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经文是我们有一段经文 大家知道这是主祷文 主所教导我们祷告文的最后一句话 这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三节的下一部分 就是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么一句话呢 因为我两年以前去香港侍奉 就因为我们教会的讲道是简禁式的讲道 是一卷书一卷书的讲 所以一年就分好了 谁讲在哪个礼拜上讲道 分到哪一段经文就是哪一段经文 所以结果那一次我回来以后一问 我分到的经文就是这一段经文 因为国度全比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所以有时候简禁式的讲道也蛮有挑战性的 因为有时候一段话觉得好像讲不出什么 或者有的经文呢有特别困难 不知道该怎么讲 那像这次我这段经文就是只有一句话 一句话让我要讲一个小时 所以就好好地祷告 求神来帮助 就是在这个季度上 我在上次讲到的这个讲章 那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的分享 这一句经文呢是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 就是我们一般说是主导文的最后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呢 在有的一些比较古老的或者抄本里边 没有这句话 或者有这句话呢 有的长短也有不同 所以当主在我们在朗诵主导文的时候 在公开敬拜中背诵这段文章 或者清唱的时候呢 很自然有些这个歌颂的话 就会自然就会出来 所以无论如何 无论说这句话是在最当初的抄本里边 是有还是没有 它的究竟怎么样 但是我们会知道 这一句最后这一句话 确实是紧紧地扣住了 主所教导我们这个祷告文的主题 是对整个的这个 主教导我们的这个 这个祷告文的最后的总结 实际呢 我们就主要就是祷告神的国度 神的权柄 神的荣耀 能够降临 能够彰显在整个的宇宙之中 当然我们首先来看神的国度 国度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因为设计了很多的不同的国度的观 而且呢 有很多的神国的比喻 像马达福音十三章 很多地方都是神国的比喻 设计到神国和以色列民族之间的关系 神国和教会的是什么关系 这些方面的意义都非常的多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都涉及到这些题目 所以我只会就几个方面呢 和大家做一句分享 第一呢 就是根据有些学者的统计 国度这个字 在新月圣经中一共用了162字 这162字除了四次被移为国度以外 全都是移成是国 移成国 那么这个国呢 在福音书里边 这个国与神连在一起用 神国 这个字呢 一共用了52字 这个52字当中呢 马太福音用过四次 马可福音呢 用了14次 路加福音用的最多 32字 那如果说把这个国与天连用 就是天国 这个天国这个用法 全都在马太福音里 马太福音说了国全是天国 那么这个天国和神国 有没有区别呢 还是一样的呢 有的学者就是认为 天国是属地的 属物质的 是展实的 神国呢 是属天的 是永久的 认为神国和天国 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呢 我们会发现 天国和神国 这两个字 在圣经中的用法 是同一字 是同意的 它可以相互 互相转换的 你比如说 在马太福音的13章 从世界开始 门徒进前来 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为什么要用比喻 不直接说呢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就回答了 今天用的是天国 但是我们把相对的经文看一下 路加福音第八章 门徒问耶稣说 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神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 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 天也听不明白 所以从马太福音的 十三章十一节 讲到了天国的奥秘 那么路加福音八章十节 讲到神国的奥秘 都是关于比喻的问题 在马太福音讲说 天国的道理 只让你们知道 不让别人知道 所以用比喻 那么在路加福音呢 就要神国的道理 只让你们知道 不让别人知道 所以用比喻 所以你看 这两段是一个平行的经文 但这个平行经文里边呢 马太福音就用的是天国 路加福音就用的是神国 所以看来 天国和神国 那是一个意思 对不对 这是一段经文 再有 你在马太福音的 十一章十一节 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 大过施洗约翰的 然而 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就说了施洗约翰 那反过来 我们再对照路加福音 第七章二十八节 主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 约翰的 然而 神国里最小的 比他还大 你看 是同样的 一件经文 一个事情 那么在 马太福音的 用的就是天国 在路加福音 用的就是神国 这经文完全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天国 一个神国 就可见 在圣经的用法当中 在福音书的用法当中 天国和神国 是同一个意思 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从这里面就看到 所以很多学者就分析 因为犹太人很敬畏 很敬畏神 所以不敢直呼神的名字 就不敢叫神国 所以他就用天来代替神 所以在马太福音 你看 全都是天国 不是讲神国 那么当对外邦人说话的时候 对外邦独得的时候呢 往往就用神国 所以看来就说 天国和神国 没有最根本的区别 意思是一样的 只是在 出于犹太人的习惯 他对犹太的读者 因为敬畏神 他不敢直接说神的名字 所以他就用天来代替神 把神国 说成天国 可是对外邦独得来说呢 他就可以直接用神国 所以这种说话就可以看到 并不是像有的学者认为那样 天国和神国有这么大的区别 天国是属地的 属物质的是暂时的 而神国是属天的 属灵的 永久的 实际 无论是天国还是神国 圣经讲的 都是属天的 属灵的 和永久的 这是神国和天国之间的这个关系 再一个关系就是 关于神国和永生的关系 我们会发现在约翰福音当中 几乎是用永生取代了神国 神国只用了几次 而这每次都和永生是有关系的 所以从圣经的用法 我们可以看到 神国和永生 这也基本是一个含义 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天堂啊 与神同在就是天堂 对不对 我长得这样讲 能够和永生的神 能够永远在一起 能够有永远的生命 那这就是一个国度的观念 那么关于神国的定义 神国的主要含义 是指神统治和管理的权柄 主要是有神的这个 占管统治的这个权柄 这是神国的最基本的含义 你比如说诗篇的103篇 依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管万有 听从他命令 成全他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所以你看见 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管万有 这个权柄后边有一个小字 这小字说什么 说原文是国 也就是说他的国同管万有 所以呢 这个国神国的基本含义 就是讲管理的权柄 讲管理的权柄 还有你比如说 马太福音的六章33节 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那么求他的国是什么意思呢 求他的国实际就是渴望神的旨意 和神同志管理的权柄的实现 就是希望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掌权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先求神的主权 求神的统治和管理的这样一个权柄 另外像在马可福音 说有人带着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便责备那些人 耶稣看见就老落 对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 是否 我实在告诉你们 要承受神的国 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于是抱着小孩子 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 那么这里讲了 什么叫承受神的国 承受的国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说 不像小孩子一样就不能承受呢 就是说承受神的国 就是要用孩童般的一个 非常单纯 非常依赖的心 你看孩子们这些大人都很顺从 他完全依赖大人 大人说什么 给他吃 给他穿 他就按照做了 完全有这种单纯的心 依赖的心 能够完全的信靠 顺服 有建一个权柄 来欢迎 来接待神的统治的权柄 这就叫成的神 承受神的国 还有 你比如说 路加福音4节呢 就讲了一个王 要到外地去 11节开始 众人正听见这个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将近耶稣撒冷 又因他们以为 神的国快要显出来 就另设一个比喻 又说一个比喻 说什么呢 有一个贵宙 往远方去 要德国回来 便叫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地银子 说你们去做生意 只等我回来 而且讲这么一个比喻 就是才干的比喻 那么这就讲了 就是说 有一个贵宙 要往远方去 要德国回来 什么叫德国回来 得到这个国家再回来 什么叫德国回来呢 实际呢 你会发现 德国回来是何本的翻译 但是吕正宗以本的翻译 是翻译什么呢 说要计划得利为王 然后回来 也就是在外边 被利为王 以后他再回来 那么天主教的思高以本 就以为是取得了王位再回来 说德国回来 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理解 得一个国家回来 咱把这个国家搬回来吗 那不是这意思 实际说要德国回来 就是要得到一个统治国家的权柄 所以别的以本就很好 所以他到外边去 为了什么 在外边被利为王 成为国王以后 他再回来 从那我们就可以看见 就讲到了 神国的最基本的要素 就是神统治的权柄 当然 我今天刚才也讲了 也有国民 也有领土 这个衍生的含义 你比如说 历代之下 二十章三十节 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 战败以色列的仇敌 就甚惧怕 这样 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 因为神赐他四尽平安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国得享太平 为什么呢 因为耶和华神赐他四尽都平安 这就表明 这个国有个概念什么 他的疆土 就是国家统治的范围 这就看见了 这是有一个赐身的含义 另外在以色帖记 第三章第六节 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 报告了哈曼 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 是一件小事 就要灭绝 亚哈水鲁王 通国所有的犹太人 就是莫迪改的本族 也还讲到 亚哈水鲁王 这个波斯王 通国的这个犹太人 这个国也是表明 因为当时亚哈水鲁王 是非常的强大 那是波斯国 他通管一百七十二 一百二十几个神 通国的犹太人 那这个通国 这个国也是指的范围 指他的国土 他的江户有多大的范围 那我们再看 实际在看到神国的时候 先知 旧约先知 所看到的神国 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主要是反映在大英里书 旧约大英里书的第二章 三十四到三十五节 我今天上午不是就谈到了吗 大英里给尼布加尼莎 去剪了一个像 是什么意思 列国的代表列国的兴衰 最后呢 他讲完以后呢 最后他就大英里往下 接着来说 我把这段给大家念一下 从三十一节开始 他大英里就剪梦了 他说王啊 你梦见一个大象 这象甚高 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 形状甚是可怕 这象的头是金金的 胸膛和绑臂是银的 肚腑和腰是铜的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 你观看 见有一块 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腿上 把脚砸碎 于是金银铜铁泥 都一同砸得粉碎 沉入夏天火苍上的康匹 被风吹散 无处可循 打碎这项的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那也就是说 你看各国的兴衰 这个 头 金头 然后呢 铁银的胸脯和绑臂 然后呢 铜的杜斧 当着这个代表列国的兴衰 但是呢 最后 但一里说 你要看见一个不是人的手 凿出一块大石头 一下子要打下来 要把这个像打得粉碎 而在最后呢 这个石头会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整个天下 所以这就是表明什么 最后神的国 来了以后 要把整个人间所有属世的国度要摧毁 而且神的国度最后要扩张到整个的世界 这是一段 讲到先知所看见的 然后呢 他在四十五四十六节又讲又重复了 他说 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 从山而来 打碎金银铜铁泥 那就是治大的神 把后来必有的事 讲明给王 这梦准是这样 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那也就是说 最后要默示 要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一手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要把整个世间的王朝 全部要打碎 那实际就表明神国的降临 所以 根据戴伊利说的这些先知的讲法 他们就认为 神的国将来一定是带着极大的荣耀和权能 从天而降 像一块 未经人手招出的石头 一下子降下来 要铲除一切敌对的政权和势力 要接触黑暗的罪恶的现金时代 然后进入一个荣耀的公义的将来的时代 所以呢 根据先知的讲法呢 就是说 神国的降临 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又是完美的将来世代的开始 所以看见了 因为原来你世上的王朝 这个起来给下去 列国人群衰 可是最后 从天而降到神国 要把这个世界全部打碎 那么这个时候 就代表了人类的历史的结束 而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所以 先知看见的神国 是两个世代 转换了突然发生的一个单一的世界 本来呢 现今的时代 是在这个地方 在左边 有列国的王朝掌权 可是呢 神国像一颗非人手招出的大 一下打下来以后 就把现今的时代的 所有的国家 全部都取代了 最后 一下最后就进入了 神统治的将来的时代 那我们再看看 施洗约翰所宣讲的神国 施洗约翰在宣讲神国的时候 他一直在谈到 神国将来要带来双重的洗礼 他一直在讲 这次记录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 施洗约翰说 十一节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脖子 要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仓里 把康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就谈到说 施洗约翰看到的神国也是这样 双重的洗礼 圣灵和火的洗礼 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圣灵的洗礼就是说 使人经历了天国 弥赛亚的救赎 经过了 经过耶稣的救赎以后 借着圣灵的重生 而得到了圣灵的神秘 就是灵洗了 我们就成为神的一家人了 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那所谓火的洗礼是什么呢 火的洗礼一般是认为 是指神最后带来了最后的审判 火的审判 但是呢 我们会注意到 虽然是施洗约翰讲到了 圣灵和火的双重的洗礼 但是我们发现在施洗约翰的宣讲当中 施洗约翰更强调 最后就强调火的审判 火的洗礼 你看施洗约翰在 他在第三章再往前看 第三章的第四节吧 这约翰身穿骆驼袍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 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并约翰一带的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翰里受他的血 约翰见许多人 法利赛人和沙都该人也都来受血 就对他们说 毒蛇的种类 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接住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衬 不要自己心里说 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身来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 凡不接果子的树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后来的能力比我大 我就是给他提携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一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搏击要扬进他的肠 把麦子收在肠里 把康用不灭的火烧进 你看看他虽然讲到 后来这一位要用圣灵和火施洗 但是他宣讲的还是偏重于最后的审判 对不对 一个讲到 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 如果你的树不接好火子 马上给你砍掉了 烧掉 这个搏击已经拿在手上了 那神要扬进他的肠 麦子扬进了 收在肠里 那康平就要用不灭的火把它烧掉 所以施洗约翰他讲的 还是比较偏重于最后的审判 那么这里边我们会 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施洗约翰 我下边最后 就今天下午最后一讲 还会讲 他已经度定认 知道了拿撒勒的耶稣 就是以色人之久叛的弥赛亚 那为什么他后来又疑惑了呢 你发现他会不会有疑惑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 最后不是施洗约翰下在监狱中了吗 下到监狱中以后 他最后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 你看 约翰在监狱 听见基督所做的事 就打发两个门徒去 问他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我们还是等候别的人呢 你看 本来他一开始已经很忠心 拿撒勒的耶稣 就是这个救主弥赛亚 为什么他在监狱里听见耶稣行的事情以后 他有拆遣门徒去问 我们等了就是你们还是等别人 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他对耶稣的弥赛亚的这个身份 已经有点怀疑有点动药了 那为什么呢 有的简直人家说 他说 施洗约翰作为弥赛亚的先锋 他被监禁了 被关在监狱了 那么作为元帅的弥赛亚 根本没说法去救他 甚至连监狱里去看都没 就看他一次 哪怕去看一次 所以施洗约翰 你顶住 我的元帅在这儿了 你就是为主信道 也是光荣的 我想施洗约翰还可以顶得住 你看 先锋被关在监狱里 元帅根本置之不理 所以有人认为 所以呢 施洗约翰就开始怀疑耶稣了 是不是真的这个元帅 是不是真的这个弥赛亚 当然这种讲法好像还有一种道理 但是呢 我们发现 这个与他自己说的 他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说什么 他说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他就是他知道 他只是一个先锋 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救世主 所以呢 他来的任务 就是为这个救主开路 所以呢 他一定要衰亡 衰微 那耶稣一定要长大 那看得很清楚 他对他自己和 耶稣之间的这个身份的差别 是很清楚的 同时呢 我们也发现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 当主讲到 施洗约翰的时候 一直是非常的称赞他 就是当 施洗约翰不是在问他吗 那将来的是你吗 我们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 第四节 耶稣就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听见 所看见的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长大骂风的捷径 农子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完了以后呢 第七节说 等这些施洗约翰 拆在的门头走了以后呢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 约翰说 你们从前到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动的奴尾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细软衣服的人 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 是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者说 我要猜浅我的使者 在你们面前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所以你看 当这个施洗约翰 猜浅两个人去问耶稣 耶稣回答 让他们走了以后 马上施洗约翰就在表扬 就是耶稣基督就在表扬施洗约翰 说我可以告诉你 他在先知中是最大的用 如果这个时候 施洗约翰是真正 因为他关在监里 耶稣没有管他 而疑惑的话 那耶稣不会在这个时候 还这么表扬他 所以 更多的简经家认为 施洗约翰这个时候在监里 他今天耶稣行的事情 他对耶稣的身份有一点不确定 主要的问题不是因为他被关在监狱里 而是因为他看见耶稣 并没有带来圣灵与火的双重洗礼 也就是说 他没有看见耶稣 既带来圣灵的洗让人信主 同时耶稣并没有带来末日的审判 没有带来火的洗礼 他就觉得 那这个和他心中所盼望的 密赛亚 这个差距就很大 所以 就从当时施洗约翰 所处的条件来看 那这个是很合情合理的 所以这是施洗约翰 所宣布的水一火的洗礼 那么我们再看看 耶稣基督 他所宣言的神国 是什么样的神国呢 第一个 他宣布的神国是什么 神国已经来到了 你看这记录在路加福音的 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法利赛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远所能见的 人也不得说 看了在这里 看了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这个在你们心里后边有一个注释 心里或意中间 也就是说 因为神国就在你们心里 也可以以为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当然 在这个是在你们中间解释 还是在你们心里 实际上 很多简经家认为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这个心里的一个义法 不是特别的准确 因为神的国的来到 绝不单身是一个 属灵心里的层面的问题 乃是需要带来整个世界的改变 要带来神的掌权 所以它是一个客观的 外在的一个东西 不单纯是心里上的一个东西 同时呢 因为中间也不是太对上下文 因为当时 神是给法利赛人讲的 那法利赛人当时还不信主 还拒绝弥赛亚 那他们 神的国怎么会在他们的心里呢 所以呢 把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就在人群当中 在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中 那这种讲法就比较更确切一点 那么主耶稣能够很公开的论到 神国到来的经文 所以马太福音的12到28节 主耶稣说什么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 为什么 因为这样彰显了神的权柄 对不对 当耶稣把被鬼所挟制 所控制的人 把他们释放出来 把这魔鬼赶走了 人是被释放了 那实际就是彰显了神的权柄 因为我刚才说了 神国的最主要的含义 就是神管理和统治的权柄 所以主耶稣说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那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你们了 那意思就是说 神国已经到了 还有一次我们知道 耶稣来到拉萨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 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被弩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 他念完以后呢 二十节说 于是把书卷起来 交换执事就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就今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所以你看从这句话 他就很清楚引用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来宣称自己 就是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的 弥赛亚 六十一章是第二章的前几节 从第一节开始 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拆遣我 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奴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报告耶和华的恩怜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这就是主耶稣引用的 以色亚书的这段话 但是你会发现 对照起来 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 你会发现 主耶稣在引用 以色亚书这段经文的时候 引用到一半就完了 没有引用到最后 也就是说没有引用什么 没有引用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这句话没有引用 那为什么呢 那这就很清楚地看见 也许当时神报仇 不是当时主耶稣来的使命 他要等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 神才会实行最后的审判 神要报仇了 所以他主耶稣就用 施行约翰已经知道的 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其事 就是告诉门徒 让门徒去报告 施行约翰 他就是这位 以色亚书所预告的弥赛亚 但是主耶稣最后 给加了一句话 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那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当时 耶稣虽然是弥赛亚 但是弥赛亚的这种光耀 这种荣光 这种荣耀 还是隐藏的 让人很多人不知道 他就是弥赛亚 他不是像主耶稣最后说的 还带着极大的能力 架着云彩 再降临 再来审判世界 那个时候 整个是带着神的荣耀和大能 那这一次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虽然主耶稣已经到了 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这样 带着荣耀和极大的权柄 他乃是 以色亚的荣耀 现在是隐藏的 所以这是最容易让人跌倒的地方 所以从主耶稣讲的这段经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国的奥秘 神国的奥秘 我们可以看到 神的国的要分两个阶段领导 就不是先知所讲的的 神国的来到是一个单一的 图法的世界 一下就把世界上的这个 这个制度都改变了 建立将来的世道 实际根据主耶稣的讲法 神国的来到是分两个阶段的 不是一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神国借着耶稣道成肉身 以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来到了 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 宣讲神国的道理 很多人就因着他的宣讲信了耶稣 成为基督徒 那么这些人呢 已经成为神国的子民 也就是说 他们已经完全的神国的权柄 管理之下了 就是成为神国的子民 因着耶稣的道成肉身 那么神国已经 神的权柄已经临到了这个世界 临到这个世界 已经到了 但是呢 他来到这个时候是静悄悄来的 很低调来的 也就是说 主耶稣这次来的时候 这个神国的降临 他不是现在就要摧毁 人为的政权 而是要败坏撒旦的权势 为什么呢 就是他是改变了 属灵的秩序和世人的生命 他从表面上 你看不出这种改变 来就是他来的和静悄悄的 通过宣讲福音 让人能够信主 那这样的话 人实际他属灵的生命 在改变了 原来整个世界 是握在撒旦的权力下 现在通过他传福音 信福音 慢慢把这些信的人 已经从撒旦的权势下 解读出来 能够进入神的国度 所以这是非常不弃而的 静悄悄的 以人不注意的办法 所以神的国呢 已经静悄悄的 安静的来到了 不为多数人所察觉 他带给人的是 神做王而来的祝福 你想每一个人信了主以后 他就感到他的生命的改变 所以神的国呢 是赏赐 是礼物 但是呢 世人可以接受 也可以拒绝 也就是在神国的第一个阶段 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神的国在这个时候 他主要是 感化 劝化人心 而不是用强力去征服 所以这个时候 人就有很多的自由 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 你看我们今天抓福音 那谁也不能强迫 谁接受福音 对不对 你给你讲福音的道理 你被感动了 心里停了 那你就来悔改了 所以不是用强力征服的办法 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理的地方 那么 神国还要 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 就是神国将要以 刚才我们念的 但一里书讲的预言的一种书 就是什么 一块非人羞造出来的大石头 从天而进 把整个世界打得粉碎 而且这个大石头要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整个世界 那就是整个神掌权的时代 所以将来 主耶稣一定要带到极大的全皮 再一次再回来 所以主耶稣最后在受审的时候 在受到这个大祭司的审问的时候 主耶稣也是好 完全没有回避 这样的问题 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 当大祭司来审问他的时候 大祭司对他说 我指的永生神 叫你启示告诉我们 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 然而 我告诉你们 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 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就是驾着云带着巨大的前面 带着天使天君来到地上 那就是神的荣耀 全部张眼在外面 将来有一天 就是像但一地预言的那样 神的国 这些时候要第二次来 所以这些时候你就看到 那个时候 当那个时候 世上一切人为的政权 将要被神的政权所取代 现今的时代将要看到神的大能 并将被漠视的时代完全所取代 所以我们从神的大能来看什么 因此现今的时代 和将来的时代的转换 不是一个单一的突发的事件 而是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 是一个重 有一个重叠的时期 下面这个是一个现今的时代 看见没有 那随着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道神中生来到世界上 神果已经来了 也就是说 从耶稣道神中生开始 将来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那么当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 那么现今的时代就结束了 那完全指的是将来的时代 所以在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 现今的时代还存在 而将来的时代也都开始了 所以这就叫末日 在末期 我讲耶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之间 这个区间都叫世界的末日 所以会发现在世界末日这个阶段 神的国已经来了 但是现今的世界还存在 所以在耶稣道神肉身来 和他再来这个时间区间以内 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 是有冲叠的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人 都生活在这两个世代的同者之中 这也就是当初在旧业时代 先知看东西看不见的奥秘 为什么有人打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先知在看就看到最后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看山似的 山有很多的山峰 一个一个的山峰 如果我们这样去看 顺着这个山峰这样去看 你只和山峰都重叠了 你看不到山峰之间的距离 就去看到最后 但是如果你横着这样去看山 一个山两个山 一个阶段两个阶段 就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从这个方向去看 你看得都在一个平面上是 所以今天的旧业时代 人由于他们的这个局限 启示是渐进的 所以他们看到的神国 只看到了最后一段 那么只要当主耶稣来了以后 才启示到原来神的国来到 是分两个阶段来的 至于说到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本性的彰显 神让摩西和先知要知道 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圣洁和善良 这方面的经验非常的多 大家有机会看 那么在新月的时代 神的荣耀常常与神的能力 智慧爱心是相连的 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受难 复活升天和圣灵的工作中 能够彰显出来 而且我们知道在旧业时代 神的荣耀几乎都是可见的 你看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升天 都是可见的 那新月时代由于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工作 所以神的荣耀就不完全是 以一种形体这样彰显出来 所以神的荣耀是神的本子 神的特性所确定的 是创世以前就有了 这就记录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五节 从根古到永远 就是神都是那样的荣耀 今天我们从继组导文的 最后一句话我们看到 祷告是与三人相交 所以祷告一定是以神为中心的 这就对我们弟兄姊妹是个很大的提醒了 我们的祷告经常都是单单的求事 我们就好像是列了一个去 超市买东西的一个购物单似的 主啊这件事情大件事件一件三件五件 主啊就是这样了 你看着办吧就完了 就好像到求事 如果神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就高兴赞美 不满足马上就开始怀疑埋怨 那这是整个的以个人为中心 这是绝对神不喜悦的 这个实际是一个拜偶像的心态 拜菩萨的心态 把神只是当作要成就我们计划 我们利益的一个工具而已 这就是神不喜悦 所以神喜悦的祷告都是以神为中心的 所以你看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 愿人都敬畏你敬畏神 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 就是愿神在现今就在教会 就在信徒的心中掌权 愿神的国能够完全的来到 你看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对不对 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那就是说愿神的旨意在地上 像天上那样畅行无阻都能够实现 所以你会发现吗 整个真正的祷告 主教的我们的祷告 绝对是以神国的事工为中心的 以神为中心的 这样的祷告才能够蒙神的约了 这样的祷告才能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要突破个人的观念 要以神国的国度为念 这样我们和神的关系才能够更加的亲密 所以我们明白了 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生活在现今时代和将来的时代 属世的世界和属灵的时代 这样重叠的这样一个时期 所以呢 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 属灵的世界和属世的世界一定就产生张力 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张力之中 这也就是基督徒生活非常困难的地方 那因为现今的时代 是以神的福音为敌的 撒旦的根本目的就是否认基督 所以你就看见就有张力了 所以因此呢 教会是神国与撒旦相争的一个焦点 教会是基督徒的身体 要扩张神的国度 那么撒旦魔鬼就要破坏教会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尤其是教会的牧者和父者同工 是撒旦魔鬼攻击的目标 我们要特别的进行 所以教会很多时候的软弱 不光是人的软弱 而是撒旦魔鬼在后边的攻击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要特别的进行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到 我们一定要处理好 除世和入世的关系 那我们中国教会呢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 就是轻看世界 非常强烈的离世的思想 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追求 世界上一切的东西 只要单单的以神国的事工为念 就很好 那么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我们也要注意到 把除世和入世 不要把它截然化快了 实际呢 主耶稣并没有单单 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对不对 主耶稣在主导文 在这个大祭司祷告的时候 约翰福音世界上就说 主父神啊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神还是让我们还要在这个世界中生活 为什么 因为只有生活在这个不幸的时代 生活在这个弯牛被迷的时代 生活在世人当中 我们要为神 为基督做见证 我们要作为盐作为光 如果我们基督徒和世人完全的隔绝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起到盐和光的作用 所以要生活在世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注意 要处理好除世和入世之间的关系 要时刻提醒我们 这个世界是不属于我们的 我们是属天国的子民 带着这样一个强烈的离世 除世的思想 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 否则我们不带着很强烈的离世的思想 我们一进入这个世界 很可能就现在这个世界就出不来了 也不能成为光 也不能成为阳 所以要很强的带着离世的思想进入世界 那么进入世界的目的是什么 是希望更多的人因着信的耶稣 他们能够真正离开这个世界 成为天国的子民 所以这个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我觉得应该很注意去掌握的 所以我们的教会 就是应该是一个大学校 要成全圣徒 各进其时建立基督的身体 教会要培养更多有伟生的基督徒 在真理和生命上有根基的人 能够依靠我们主的大能 能够将福音 能够传遍 能够努力地把人心夺回来 所以至于说荣耀神 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受造的目的 就是要荣耀神 所以以赛亚书43章7节说 凡成我名下的人 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神为什么单单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荣耀他 但是人犯这以后就亏欠了神的荣耀 不能荣耀神 所以神救人的目的是需要再荣耀神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一定要把荣耀神 作为我们人生的最高的目标 所以保罗在哥林罗前书 十章三十一节劝我们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所以荣耀神是基督徒 人生最根本的目标 是言行的最高的准则 我们不管说什么 小道理有没有道理 如果我们最后的结果 不能够让神得到荣耀 那我们都错 所以荣耀神是最大的道理 是处世的最大的道理 所以这些呢 长辰要把荣耀神 这根线归绷紧了 我们就会要好的很多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今天神的国度 全比神的荣耀 所以今天 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 他已经开始在地上 实行神的全比 所以神的国已经到了 那么今天我们是处在 两个世代的交替当中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在除世和离世的这个问题上 把握好的平衡 能够真正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我们的言行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都能靠着主耶稣的大能 能够把人心夺回 更多人能够归向主 能够彰显神的国度 来借着神的国度 来彰显神的荣耀 今天虽然是短短的 一节的经文 但是实际内容相当的丰富 求神来帮助我们 真正能够突破自我中心 能够进入到以神为中心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一定会 真正进入神的丰盛 否则的话 我们单单地停留在 世俗的层面上 实际主耶稣如果把 一切我们世界上要求的 都给我们 实际我们还是不能 进入神的丰盛 因为这些东西 早晚都要过去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一切以荣耀神 为我们人生的 最大的目标 和行事的准则 来彰显神的荣耀 扩张神的国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